大家好,我是金蜜蘇住民旅館 嗨,我是娃娃 我是喵喵 現在你很熱對不對 不開冷氣不行對不對 今天我要來試試看一個 假日消暑秘方 是來自於韓劇金蜜蘇為何拿壓裡面的 就是 這個 跟這個 我只是吃一瓜消暑啊,這麼無聊 你以為這麼簡單 金蜜蘇在裡面其中一集分享的 跟你講 厲害 首先呢 你需要準備半個西瓜 然後呢 開始穿 一瓜甜不甜 甜 總之呢 他就是要把裡面的果肉這樣 進行的滑爛 為了病也等一下裝不下了 先把一些比較多餘的果肉 然後 先放到另外一個碗裡面 OK 然後繼續 揉令它 誒,先生你太久了,他在錄影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挖得差不多的時候 加入雪 啊 加入雪碧 再加入一些冰塊 各位觀眾可以開始吃的 聽說呢 加入雪碧之後 西瓜會變得更甜 然後冰塊就是 消暑 就再吃一個 雪碧西瓜 剉冰 加入雪碧西瓜會變得更甜 那不就是加了糖嗎 很搭耶 我懂了 就是 西瓜跟雪碧 混在一起很像某種雞尾酒 因為雪碧有氣 在夏天喝很爽對不對 嗯 但是加上西瓜 還是夏天吃的很爽的東西 爽加爽爽爽爽 爽爽爽 可能冰塊不要加得太多 因為好像會把雪碧給吸飾掉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那就錯了 還有第二招 登 加完雪碧之後再加牛奶 感覺怪怪的 越來越怪似 很爽 一口開去才會這樣吃吧 很爽爽這個 西瓜牛奶的實體版 固體版 牛奶的溜鍊 把雪碧的味道蓋過去了 你要吃吃看嗎 我 我不行啦 我不行 我滷糖不耐 你什麼時候不能喝牛奶了 我不能喝西瓜牛奶 說什麼 因為很噁心啊 好飽 喝西瓜喝飽 我第一次體驗 再喝西瓜喝飽的感覺 這兩種方法我都很喜歡 所以建議大家也可以就是 雪碧吃完吃夠了 然後就換加牛奶 直接把牛奶加下去 這個跟大家開趴我覺得可以 然後大家自己拿一個碗 在那邊抓 大家快去買西瓜存貨了 今天的娃蜜素斯米達 嘗試這個雪碧西瓜 希望大家還喜歡 喜歡今天的影片請幫我按一下讚 讚讚讚讚 然後按訂閱才能接受新的影片通知 還有開禮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希望大家不要動手喔